Yo 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 生活中 唯有美食和美景 不可辜负 在夏天最受欢迎的 就是饮料会雪糕了 呃 讲到好像在马来西亚 只存下秋冬那样 走在路上 几乎人手一瓶 常喝的饮料都众所周知 像可乐 雪碧 橙汁等等 这些常喝的饮料 自然踩雷就很少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试过 想要去买饮料的时候 却被各种饮料 就花了眼 总想尝尝 没有喝过的 然后 就踩雷 然后再有一天 我打开套包 准备寻找题材 等着痛 开始我的评测之路 这下 就真是不看 不知道 一看 就吓一跳 套包里 居然还有难喝饮料的组合装 我看到的时候 我整个内心都是OS WTF 可是在最后一秒 要怪 还是怪我这该死的好奇心 我要是不买来 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怎么对得起我这个佐石花的称号呢 佐石花 佐石花 所以大家 请欣赏我接下来的 佐石环节 Let's go 简单 又除暴 我还以为两个想死都是 幸好幸好幸好 简单又除暴啦 简单又除暴 除了可口可乐 其他的我都没有看过 这一支呢 叫做 秋林格瓦斯 什么牌 没有听过的 这里写着 面包纯发酵 常喝消化好 我这里还放一个 俄式大面包 真的是常喝会消化好吗 虽然我最近有点病逆 采用乳酸菌发酵供应 我跟你们说 现在我也是刚起来吧 不懂好不好喝 会影响我的喜悦 Try try 秋林格瓦斯 秋吉 怎么我有那种不好的预感呢 会有男喝咩 它有啤酒的味道 可能是那些小孩子 他接受不了啤酒味吧 你看本人有那种 啤酒度就知道了 它的味道带一点酸酸甜甜 好喝的饮料 应该是数这一点 接下来啊 这个 东方树叶 然后这里的下面一段字呢 应该字太小了 我这样给你们听吧 1616 1616 1616 1610年 中国茶叶 趁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飘洋过海 影茶之风 迅速传遍欧洲大陆 因其来自神秘的东方 故被称为 神奇的东方树叶 所以现在呢 我要喝这个笑五茶 因为我是上层人士 在实际实际的时候 嗅一嗅的味道 对 我觉得好像是很好喝的 挺像的啊 为什么说它是难喝呢 好喝啊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它是在难喝饮料的组合呢 还是 我舌头怪怪的 吃的太多怪怪的食物 已经免疫了 这个是什么水哦 植物型 风味饮料 什么鬼啊 风味饮料 植物型 我看到这里还会有 screen这个字咧 难道喝了 会尖叫 好 我现在来试试看 我喝了会尖叫吗 这个的确有一点难喝 酸酸 没有甜甜 可是喝了会尖叫 喝了会尖叫 我都叫尖叫水 就是酸梅水啦 里面倒很难喝啦 第四个 众所周知的 可口可乐 它是樱桃味的 你有喝过樱桃味的可口可乐吗 我倒是没有啦 我给你们看清楚它里面长怎样 我准备好了一个 哎 挺香的啊 有樱桃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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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香的啊 真的哦 这个难喝哦 这个 这个不是樱桃味呢 这个不是樱桃味吗 难道 它是把以前可乐最初的 骨客煎 放回来的 虽然我本人不知道 骨客煎是什么味道啦 还是以前 有骨客煎的可口可乐 是这样的味道呢 这个难喝的 接下来到这个 嘿松沙士 嘿松沙士 我就没有听过啦 沙士在马来西亚 应该就是那个沙士吧 不是哦 它的英文名不是这样的哦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它的英文名是SARSI 可是它还不是哦 它是什么 SASAPORI 然后它自己 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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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在附近画 嘿松什么吗 就是很爽 难道喝的会很爽啊 真的是SARSI耶 它英文名 虽然 跟我们马来西亚那个不一样 可是 它真的是SARSI耶 我以前小时候最爱喝SARSI耶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长大了 好像有点不均等趣 瘦瘦巴巴 肚子大大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水云好喝 还是难喝啦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把它放中间啦 可是我放在中间的话 看不到这个中间的东西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回来这里 不知不觉 已经救一个了 中华老之后 风味饮料 这个水有点特别啊 它的名字 来我给你们看 老山 白花 蛇炒水 老山 感觉好像矿泉水哦 没有颜色的 这个好像真的是很难的 我好像是修一下 有很大的不相互 这个蛮够哦 哇 这个是什么水啊 我终于喝到最难喝的水了 第一次喝这么难喝的饮料 它到底是什么水呢 哇 哇 哇 你喝下去还会无味哦 无味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股 冲进的怪味 突然间会冲进你口腔里面 你知道吗 它那个怪味 我要怎么形容吗 是什么味道啊 它不是苦 它是酸 甜 它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成分哦 哦 它说它的配料有 天然矿泉水 白花蛇 蛇草 很有食用盐 会不得有一种咸咸味啦 啊 是咸味 在想 苦又没有酸又没有甜味 原来是咸 对 它有咸味 有咸味 冲上来 然后就加买那个什么白花 什么什么蛇草 这个 这个 是唯一最难喝的 哇我还真会排哦 居然排到最后一个是最难喝的哦 不过我想到 好像这样 就结束了有点 先尝一尝 告诉你们 遇到时间了 哇不能了不能了 太难喝了 我在想哦 刚才我反正这样子一个个喝哦 我现在的肚子里面 应该就是这样的水 也不错 就是这样的水 哇我真的不知道厂商是怎么想的 这个销售手法 居然可以把南科饮料的一个组合 这样子卖出去 而且销量还蛮好的 你知道吗我看到 怎么办啊 接下来 我不可能喝完吧 放冰箱 这个还可以放冰箱 这个还可以放冰箱 倒掉 给人家喝 等一下我喝掉 就是这样啊 那 大家想要看我下一个挑战什么呢 可以 在底下留言啊 我已经要 才进了 快点留言告诉我 你们还想要看我挑战什么 那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 追赞我的IG 还有 最后最后就打开小铃铛 我们 下集 见 我们下集了 我们下集完